赤洲心清静 赤洲之妄念 生命天使 愿您赤洲 不断出妄念 接下来请收看 菩提系列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从法剧经故事集里面的学习 我们可以看到众生的习性 还有佛陀的慈悲教导 这个单元 已经进入第七品 欧罗汉品的第二个法剧跟故事 在法剧的里面 也是在强调 能够正到欧罗汉果 要有一个正确的修行法门 所以这个法剧特别重视正念现前 提到说正念现前的人精进修行 如同天鹅飞离沼泽 他们不乐在家 而正性出家 在这个法剧里面 可以看到第一句的正念现前的人 是精进修行 在八正道里面提到正念正定 这个部分也就是能够从我们的文师修 了解了正确的道理 然后从我们的身口意三页做调整 能够依照戒来作为生活伪范 所以身要能够正业 还要有能够我们能够正与 然后我们的心要正念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引导 叫八正道主要是要我们能够 整合我们自己 整个身体 我们的语言 还有我们的心念 以便我们能够进入正定 也要有正思维跟正经济 这样子的人 他是精进修行 所以核心的一个掌握 就是要能够正念现前 通常我们说到 我们人是容易起很多的念头 那在讲正念的时候 主要的就是我们的心 能够集中专注 能够安定我们的心 观察一切的现象 而保持我们的心 还是能够专注不动 这样子呢 就是我们 我们有一个觉知 就是我们自己的念头 我们可不可以掌握得住 所以每一次都要提醒自己说 活在当下 活在当下 因为我们的心容易想过去 或是未来 所以我们的心都没有在当下 所以正念现前的人 他是精进修行的 也就是不管我的心 想到过去什么事情 我都把它抓到正念现前 我现在这一面 有没有清清楚楚 这样就是活在当下 所以在中国的佛教的禅师 就会提醒说 过去心不可得 未来心也是还没有来 也是不可得 那现在这一念 说已经过去了 所以这个心 怎么去掌握 现前呢 当下呢 就是要用这样子来提醒自己 那不然的话 我们的心呢 要卷在这个过去未来 过去未来 所有的人跟事里面 那这样我们没办法修行 那因为我们的心一定会 在过去未来的人事里面 我们又悲哭 那有时候也许想的是很高兴的 我们就多想一点 那想到这个悲伤的事情呢 我们又不能自拔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要保持正念现前 所以正念现前呢 它就好像是一股清凉剂啊 让我们的心呢 就能够从这一些的 这个杂乱不堪的这些念头里面 能够抽离出来 那唯有这样子呢 我们才能够慢慢深入 去观察我们的心 然后呢 进入这个真正的定的状态 那从这个定里面 我们又能够真正的清楚观察 那这个时候就是智慧的升起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法语呢 很简单 就讲说正念现前的人静静修行 那我们听到这样的句子啊 我们也还要慢慢摸索 我们才会知道说 哦 原来正念现前 它也是要花很大的力量啊 我们才能够保持正念现前啊 那这样子就是在修行 那我们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方法 可是我们的念头呢 随时还是在起 随时还是在影响我们啊 所以呢 修行要精进 也就是我们啊 就是要面对我们 无始以来的这么多的念头啊 所以我们随时都要提醒自己 随时都要提起这个力量啊 来保持正念现前 所以修行就是无止境的 是这样啊 所以说 啊 成佛也是要很久的时间啊 什么时候我们对我们的念头 能够很清楚的 它的成分是贪啊 撑啊 或者是不清楚啦 是吃啊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才是走路 这个修行的正轨啦 所以这里呢 就用天鹅来辟育 辟育一个 他能够真正懂得修行 保持正念现前的人 他就不是鸭子啦 也不是这个 在这个水里面 还在那里 就是很脏的这个水的这个地方啊 这一些的这种野鸭也好啦 就是家里的鸭也好啦 那他就可以飞离沼泽 天鹅啊 他就会到一个清静 然后自在的地方啊 所以下面说他们不乐在家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把这个天鹅呢 来辟育出家人 就是懂得修行的人 所以他不乐在家 也就是说他不拘于这个家呢 是一种形容说 我们对于我跟我所的执着啦 因为我们的心啊 就是执着我的念头有一个我 还有执着呢 我已经以为有一个死我 然后我所拥有的东西 我也会执着 我们穿的衣服啊 我们住的地方啊 我用的东西啊 那我们的心就很习惯的 就把它当作是我的就是我啊 当我的东西损坏的时候 那我也会觉得难过 就影响到我 那我这个我都不是石油啊 那何况是我的东西 所以呢 这边就把一个懂得修行的人 那他就像是天鹅这样子 就是他是好像说 我们一般说鹤立鸡群啊 那这边呢 是天鹅是在所有的这个牙群里面啊 他是能够自由自在 那就是不是局限在一个 这个祠堂里面啊 所以一个懂得修行的人 他能够放下这一些执着的时候 他也自由自在啊 他就能够呢 就是到处 就是能够参方啊 就是以修行为主啊 参之士啊 所以他能够正性出家 所以用天鹅来比喻 然后用一个真正能够为了修行 而出家的一个这个出家人 来形容呢 他也是在所有的人群里面啊 鹤立鸡群就是只有真正了解的修行的重要 他的意义的人 那么他就是在人群里面 他是独立特行的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法语啊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法语啊 就是在欧罗汉品里面啊 他谈的就是 就是从修行的角度呢 来凸显 他跟我们世俗的人呢 他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别 因为我们在世间啊 大家都是习惯 就是世间法 那尤其呢 有的人呢 他看到别人可以用不正当的方法 可以过很好的生活 可以享受 他心里就会羡慕啊 所以大家就会模仿 所以呢 这个社会呢 就像一个染缸一样啊 所以模仿了这些不好的 那只有心里 就是能够保持善念 保持正念 他会知道说 哦 原来世间最有意义的 其实是我们的心 要能够如何安定 能够观察 世间到底是怎么样的 一回事的 那这样子呢 他就是天鹅 他就是一位真正修行的人 是这样啊 所以这样的法句呢 给我们很大的一个 就是鼓励啊 就是我们要能够真正保持正念现前啊 那这个故事呢 它是以欧罗汉不执着 这样子为题目 主要指的是以大家设尊者的一个事迹啦 那这个时间呢 是主要是佛陀呢 因为每一年呢 他都要就是有一个地方 就是结下安居 那这个是在生团里面呢 就是在印度雨季的时候呢 那让出家众呢 能够就是集中 那修行啊 然后学戒啊 然后能够安定 就不出去 不出去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旅游啊 所以当时呢 所以当时呢 佛陀他跟这个很多的比丘啊 他们在王舍城的地方呢 结下安居 然后结下安居 然后结下安居 就是结束了 那他就要带着这些弟子们呢 就说会去其他的地方呢 那当时呢 佛陀就是在这个结下安居 前两个礼拜的时候呢 那就告诉这些比丘 就是安居之后呢 就会离开这个王舍城 那王舍城之后呢 他们就要去其他的地方了 所以他就要这些比丘们呢 就是有一部分的比丘啦 不是说所有的比丘 那因为佛陀呢 他要哪一些比丘跟着他离开的时候啊 他就要事先告诉他们 因为他们一离开的时候呢 就带着他们这一些的这个随身物啊 所以呢 当时就是要跟佛陀一起离开的这些比丘们呢 他就开始呢 要准备啊 就是带一些他的袈裟啦 所以有的乃次要做新的袈裟 然后袈裟都要去买布去染色啦 所以有的人已经开始在准备了 那有的就是把旧的袈裟呢 也要把它洗干净啊 所以在做这些准备的时候呢 结果呢 这个大家色尊者啊 他也在洗加沙 所以当时呢 就有一些比丘啊 看到大家色尊者呢 在洗加沙的时候呢 他们就发现说 哦那佛陀要离开王色尘呢 原来大家色尊者呢 原来大家色尊者也要一起跟着佛陀离开 那这些比丘嘛 他们就开始起心动念了 心里就在想啊 想说哦这个王色尘啊 这个地方呢 好多的这个佛教徒啊 然后里面呢 有很多呢 都是仰慕大家色尊者的啦 那如果呢 大家色尊者一离开啊 就是随着佛陀呢 一起离开王色尘的时候呢 那不是就会 让这些想要供养大家色尊者的 这些的信众们啊 他们就会受到影响嘛 所以这些的比丘呢 他们想的是 就是这些信众的供养的问题啦 那所以他们就会 从这个角度起心动念 那佛陀呢 他当时呢 就是说有做一个改变啦 也就是说本来是要大家色尊者 跟着这一些比丘呢 随佛陀就是离开王色尘 可是佛陀后来又想到呢 就是哦 因为在王色尘的地方啊 应该是还会有一些要新出家的比丘啦 或者是还有王色尘的一些居民啊 他们可能会有这些商礼啊 那都是应该要有这个比丘留下来 然后呢 大家这尊者呢 也应该要留下来带领这些比丘啊 所以佛陀呢就做了这样子的一个改变啊 就要大家这尊者留下来 然后带领这一些年轻的比丘留在王色尘 结果呢 这个大家这尊者要留下来王色尘的这个消息啊 传开了以后呢 那本来这一些比丘啊 他们起心动念说 大家这尊者在王色尘送到很好的供养啊 有这么多的信徒啊 那他怎么还会离开呢 那这一些的信徒不是也会有受影响 然后大家这尊者怎么好像舍得这一些的供养呢 结果大家这尊者被佛陀要留下来的 这样子的一个事情啊 他们不知道佛陀的安排 他只知道说哦 真的大家这尊者呢 果然是会要留下来 所以他们心里呢 又起了一个想法 说你看 果然啊 不出他们所料啊 大家这尊者啊 还是要留下这个王色尘 所以他们的意思呢 就是想说哦 原来大家这尊者呢 是执着这一些王色尘的信徒的供养啊 那佛陀呢 他知道的这一些哦 就是彼丘们的这个想法啊 所以呢 佛陀呢就啊 告诉这些彼丘啊 他说你们啊 以为大家这尊者啊 留下来王色尘的原因啊 是为了这一些信徒的供养啊 你们是想错了啦 因为呢 大家这尊者啊 他要留下来这个王色尘呢 其实是佛陀指示他留下来的 大家这尊者 根本就没有考虑到这一些信徒的供养的问题啦 大家这尊者呢 根本就不执着一切事物的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开导啊 就是佛陀看到这一些彼丘的起心动念 所以要让这一些彼丘们啊 适时的了解事情的真相啊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想在这个题目里面啊 是指着说欧罗汉是不执着的 那主要呢是佛陀告诉这些彼丘说 大家是尊者啊 他留在王色尘 虽然是有很多的这一些的信徒 很尊重大家是尊者 很会供养他 可是他留下来呢 不是为了这一些供养 那这个是一个层面 让我们知道说大家是尊者呢 他根本都不是为了这一些供养而留下来的 他是为了佛陀的指示留下来的 可是呢 这个一般的彼丘呢 他们看不到这一点啊 所以也表示说在佛陀的时代啊 很多的彼丘出家啊 正道圣果的也很多啊 像我们说法华经里面就一提就有五百 在欧罗汉授记啊 成佛啊 那这个数目也很大啊 可是呢 也有一些的彼丘呢 他们也还是存着这个世俗的心啊 所以他们还是随时看到一个动态 用他们自己的想法来想啊 那我们想想看 如果这些彼丘 没有经过佛陀的这样的教导 他们可能就一直传啊 传说你看 大家这尊者啊 就多么喜欢受人家供养啊 所以呢 就是本来要离开 结果还是一样 受不了这个物质的诱惑啊 这些信徒的供养啊 那所以他会留下来啊 那传了这样子以后呢 那一些没有修行的人 或是很喜欢搬弄是非的人 哇 他要加油天处啦 然后呢 一定就会把大家这尊者讲成一个 本来是一个圣者 欧罗汉啊 就讲成说 哦 他也是喜欢人家供养啊 那这个就是我们世间的现象啊 那佛陀 他真的是一个智慧的人 他看得到 因为佛陀有他心通啊 那他也知道这些比丘的起心动念啊 那所以他适时能够告诉这些比丘真相啊 所以佛陀在世的教导跟我们后世的教导 也是有这样的差别啊 可是我们在后世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听说 谣言止于智者啊 真的还是要靠自己的智慧啊 那因为如果人家在传谣言啊 那我们也在那里搬弄是非 那伤害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精神啊 而且呢 就是毁谤了圣者啊 我们自己造了一个口业啊 所以我们应该要学习的是说 哦 我们看到的任何的现象啊 不要啊 随便起心动念 用我们凡夫的心 来猜测人家的啊 的行为啊 尤其大家是尊者啊 他是修头头行的 是修苦恨的 那他是都要躲在这个深山里面修行啊 那那这样子的一个圣者啊 那还是有人会毁谤啊 那何况我们在这个世间 那更多的这些事件啊 真的很多好像都是离不清啊 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呢 也要有一个定力 所以在法语里面所教导的 也就是我们要正念现前 能够精进修行 那用一个正确的理念 跟修行的法门 来作为我们心的一个依准 那这样子时候呢 我们精进修行 勇往直前啊 面对所有的这一些的逆境啊 那我们一起来共勉 也帮我们学习的功德 来作回向 愿与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从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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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闻者 慈悲智业于2007年成立台湾救狗协会 原本是以收容弃养之流浪狗为救护对象 时期免遭扑杀 后因收养的流浪狗日益增多 进而成立专门照顾流浪狗的养护园区 然而园区的扩建速度仍旧赶不上流浪狗的快速增加 于是令安置近300只狗孩迁移到中华护生协会的两所园区 令其获得安养 于2014年7月份统计 救狗协会至少救护了超过8000只流浪狗 目前与护生协会共同护养近千只的狗孩于养护园区 除了救护流浪狗之外 救狗协会并长期提供素食狗资料 给其他照顾流浪狗的爱心人士 以经常与护生协会合作 透过各类相关活动 呼吁大众重视生命 爱惜生命 使人与万物之间皆能护爱共存 消弭暴力之气 促进社会祥和 生命电视云林观音讲堂举办 点灯药师经 佛前大贡 药师欺佛本院功德经 药贡即慈悲诗实 功勤广护法师祖法 日期11月21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虎伟镇新南里 足为六十之三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会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当日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备有接驳车 佛教慈悲之业基金会 生命电视草屯中心 中华民国社团法人 草屯静安府慈善会联合举办 观音超度及推广苏时饗宴 即小萌山诗实祈安法会 功勤战山法师祖法 日期11月28日星期日上午11点 地点南投县草屯镇 东美街64号对面 恰询电话0492315999 0492315999 敬邀菩萨参与训习 同瞻法医共睦福恩 配合防疫措施参加敬请佩戴口罩 找党的国家 我们在族羡城上 我们在族羡品牧atique 当我们去访墓的时候 我们的祖先真的会来迎接我们吗 那第一个问题我们请师父做答 首先我们刚刚说了 祖先死后会有六种的可能 三善道跟三恶道 他除非在三恶道里面做鬼 而且很执着在当地 所以来说我执着我的坟墓 我执着我的牌位 他才可能会留在那里 那你后代子孙去的时候 他就很开心 有人来拜我了 就是他要做鬼才可能在那里 他如果不做鬼 他就不会留在坟墓那里 或是牌位那里 他就不会留在坟墓那里